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哥哥 为什么我每次碰你 你身上总是这么冰凉 怎么蹲在地上 哥哥 这马儿又不肯走 风姑娘又昏迷不醒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怕什么 妹妹不是活得好好的 哥哥 我求求你了 你救救她吧 她之前算计妹妹 妹妹还要我救她呢 可她再这么耗下去 就会没命的 死就死呗 陪哥哥要紧 走 哥哥带你去逛一逛 我不去 要走你走吧 反正我得救她 彩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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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彩彩姑娘 彩 This is myical 彩姑娘 彩俩 彩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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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姑娘 彩婀 彩婀 瑋 PG 彩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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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尤司夫人人美心善 就是身子骨差了掉 要是这么一位 病奄奄的夫人落入江湖 我看副谷主 可有得操心了 小春花 尤司夫人的事 不能告诉别人 就像 哥哥也不希望别人知道 我是你妹妹一样 我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 哥哥 为什么我每次碰你 你身上总是这么冰凉啊 因为哥哥是在冰里长大的 那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不是 你是哥哥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那我们娘呢 死了 她是被复明山庄的人害死的 临死的时候 还在喊着我们俩的名字 要我们替她去报仇 真的 春花秋月何时了 现在妹妹知道 哥哥为什么这么想要 萧家心法了吧 这枚药丸 给她吃下去 一炷香之后 她就没事了